我们必须要学习并且教授认拜阿拉独一的信仰 我们实践认拜阿拉独一的信仰 必须要宣传 因为认拜阿拉独一的信仰 因为认拜阿拉独一的信仰是第一个主命 是比礼拜更先的主命 宣教有五个条件 首先要忠诚于阿拉 第二点要有教法的知识 第三点是要智慧 也就是要遵循先知的教导 第四点是要知道被宣教者的情况 第五点是要忍耐 在宣教的过程中要忍耐 实际上我从来看 我这言之后 你不得我 這次我们就在本来 我都会想要答应 就是我 你不得我 我好想要答应